中心橋在上午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这是一名四十岁的陈姓男子 在凌晨六点多 骑车从台北行进中心橋往三重 因为不明原因撞上分隔岛 当场死亡 骑士呢 疑似是先擦撞左侧护栏 再顺势的往外滑行 砸上撞上了这扎道的分隔护栏之后呢 是造成他的颈部大量出血 并显得左脚骨折明显已经死亡 最终没有送医 而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